台湾就是这么有人情味 特别温暖 继续来看这位大厨也很热心 号召厨师朋友艺主 为第一线防疫人员亲手做便当 他在餐饮界小有名气 但为了爷爷回家接手土鸡城 不过他积极地转型 将猫空的茶入菜 让国家地理频道两度前来采访 之后更大方地分享厨艺 团结在地店家翻转猫空餐饮 洗菜 煮米 炒菜 骨鸡腿 砧板进行曲混搭锅铲金属乐 中央厨房里戴起口罩帽套的白衣天使 正为另外一群白衣天使 奏出鼓舞人心的交响乐章 双合 晚上亚冬也是 对啊 一个应该是有三千个工作人员 为我们这一次防疫人员做爱心的饭盒 今天大概要做一千两百个 对一千两百个便当 今天来的厨师基本上最远 好像来自高雄的 高雄 台中 台南 来自全国各地的餐厅主厨 齐聚一堂不分心急多化 放下双份一起做便当 再分送给医护人员 人力 物力 台力 全是自抛腰包 情力亲为 六点就到这边集合 其实开心啊 其实怎么说辛苦 防疫人员更辛苦 而且他们有生命上的危害 我们没有 我们只是做便当啊 对啊 然后怎么好辛苦的 大陆菜拿这边打 大陆菜拿这边打 大陆菜拿这边打这边 张又龄人称阿医师 人如其名 江湖上走跳 唯意是从 我要说更新医院这边 有个大概几百个便当 两天 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忙处理 就没有人要做便当给他们吃嘛 我想哪有可能 我就一不容辞 我就接下来接了这个便当 对 免费供应 57个 一包是6个 谢谢您小心推 我来倒撒进去 可以吗 我看你腰好了 你去拉啦 我来推啊 这个因为这个如果掉下去 会发生惨事 对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小心 贴心帮忙 热心工艺 连花莲症灾都能看到阿医师 带着女儿侄子一起去 驿主的身影 行侠仗义的事数不清 为人处事更一如他的代步方式 俐落潇洒 脱下安全帽 拔起钥匙 走进店里换上厨师服 以茶料理打响名号的阿医师 是猫空山上一间原作土鸡城的餐厅 第三代负责人 猫空很多餐厅 它有做茶餐 但是我归类它是茶餐 不是茶料理 因为它看得到 这道料理上面它看得到茶艺 吃不到茶的味道 带有茉莉绿茶香气的炒饭 翠玉茶叶味道的咸酥虾 铁观音鸡汤 武夷盐茶熏姬 每一道都是人气不衰的经典 我们用龙潭的绿茶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茉莉花 然后去把它磨碎 主要是它的味道会串比 你一入口之后 你会马上吃到绿茶的 绿茶跟茉莉花的香味 吃得到茶味道的茶料理 从阿医师手上打响名号 连国家地理频道都特地到访两次 然而最一开始 阿医师却是连茶都不懂得门外汉 刚从台北市回到茉莉这座三来接这家店的时候 我们对茶是完全不懂的 花了大概三四年 因为毕竟不容易 你要去记味道 在茶的掌控性上面 就是主要你要那个香味 每次出来都没有香味 你就会觉得 这到底问题是在哪 来 全哥请坐 阿医师有帮你带茶叶来的 好 从小看着阿医师长大的茶农张庆全 成了阿医师探索茶领域的关键钥匙 连续好几年 打烊下班后就窝在张庆全的茶店里 他晚上都不睡觉了 我们烘茶叶也是很累 没错 到天亮 他就是一直在寻找那个答案 晚上他到天亮还为了一个事情 很 就是很有精神的一直 我以后被他搞到会没精神的 他一直在这问 既然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一定会全心讨论 所以我就要跟我们全哥 我们茶叶 就是一直讨论 研究 把他的那个对于茶的一些知识 一些经验值跟概念把它挤出来 鲜嫩鸡腿肉冒出因应热气 鸡汤里含着铁观音茶韵 看似简单的一碗鸡汤 蕴藏的细节却让阿医师费尽苦心 我看到客人在喝汤的时候 他们要吐茶叶 要把茶叶剥掉 因为茶叶口感不好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把铁观音茶用茶包的状态 把它包起来 每一包里面大概几公克 这个锅子大概要放几包 你放茶叶的点是很重要的 在炒的过程不能用大火 用大火会太 会过热 茶的香气会跑掉 然后我还会加一点水 因为茶叶料理 基本上茶叶是需要靠水 就像泡茶一样去展开 所以它香味才出来 为了找出最好的味道 土把炼钢是必经过程 炒饭大概测了大概一个多月 对 因为我都会请客人来吃 直接问客人的反应 跟他们的反馈 退去茶下这道料理 我测了快三个月 因为你一直找不到那个感觉 我就会一直请客人吃虾 而且我们虾比较大只 所以它就是成本比较高 怎么把茶加入料理里面的这个重点 把它发挥到极致 算是一种挑战 也没有想到缺步这个事情 只是说挫折很多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创品牌 做副业 发展业余兴趣 进军中国大陆 被誉为混搭厨生 刚满四十岁的阿医师 人生历练 不输六七十岁老厨师 早熟个性 源于自小就必须独立 因为他父亲过时比较早 所以他比较世故 比较早熟 最主要他本身自己 也真的是非常肯学又有创新的头脑 我在做料理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 好像被电到一样 突然有一个想法 然后就通了 对于茶叶的状态就会又 分了很多种 有没有 它是不一样的状态 因为我们要利用它不一样的状态 去做不一样的料理 对 很懂吗 其实还在学习当中 不敢说最本 从小立志当厨师的阿医师 长阳在料理领域 情分不错 他深信只要态度正确 做什么事都能到位 对于食材的尊重 对于你职场上的尊重 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举动 我们把菜装到盘子上 一次就要搞定 一次就要定位 以前我的师傅 他教我的就是 你当一个炉头的厨师 你要尊重你的菜 你要尊重端菜的人 你尊重他 基本上他才会给你 你想要给客人的那种感觉 每炒完一道菜 总会顺手清理周遭环境 除了是对卫生的要求 更是一份对专业的尊重 边做要顺手边整理 让你的空间都是很干干净净的 你在做事的一个整个状态上面 你就会维持很好的状态 习惯很重要 要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习惯 对 这是厨师的 基本的一个原则 讲究细节 坚守原则 让阿医师身或前辈 与后进的认同 也受到老东家青睐 回家接班前 待过的高级海鲜餐厅 还曾经五度留人 我们老板娘希望我不要走 对啊 一直跟我讲了五次 因为要回来接家里面的事业 我爷爷跟我讲了半年 他说服了我半年我才回来 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薪水高 家又可以休息陪小孩 所以有什么工作比这个还好 还有一个重点是山上不好 猫风那时候很弱 身为家中长孙 接手餐厅其实已是必然使命 在外绕了一圈 阿医师最后还是回到了这座 毛空山城 他们以前没有钱 做了餐厅之后才慢慢有钱 所以他很珍惜这一块 所以他认为 这个餐厅它是可以 世世代代可以让子孙 一直好下去 所以他很坚持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 还得做到最好 除了将原本的土鸡城 成功转型为结合在地特色的茶料理餐厅 也研发出花料理 水果料理 参加比赛 成绩受到各界肯定 在此同时更推己及人毫不藏私 他们就会问说奇怪怎么没有 他要的那个味道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 重点在哪里 因为毕竟我们都走过来了 猫狼一天可以最多 可以把两三万人 运到猫空来 我餐厅最多一天 可以接纳一千两百多客人 这一千两百多客人说猫空好 远远抵不过两三万人上来说 猫空不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的餐饮提升 他觉得我的东西不错 愿意回去尝试 我愿意回去做 我觉得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早期各做各的生意 把自己管好就好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打的是团体战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个猫空山城可以做传承 对 因为我觉得 我有传承这件事情 可以让这座山可以生生不息 团结在地商家凝聚共事 身为猫空休闲产业社区 发展协会理事长 阿医师一肩扛起山城命脉 要与爷爷交棒给他 祖传三代的餐厅 一起代代相传 凡事为众人想 人生境界更高更远 稍后来看看这位老板 也有同样坚持 我自己不吃的 也不应该做来卖给人家 所以才开始做工业 一直不断地研发研发 在不久我们又找到了一个 最好的一个配比 应该怎么样调制的那个糖 加工成本会比较高 有优先一些客户 做东西不应该只讨好嘴巴 更要讨好身体 讨好健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